教育部长蒋伟宁三天三种说法 而今天请辞了 新政长江一华跟马总统也批准了 江伟宁表示会以一般大学教授的身份 请科技部调查清楚还他清白 至于教育部长则由政务次长陈德华站带 论文造假风波不断延烧 为了平息外界舆论压力 教育部长蒋伟宁第三度出面 确定请辞下台 尤其在昨天晚上经过深刻的思考以后 决定为了维护我的名誉 让他可以做进一步的比较明确的调查 同时也为了政务的推动能够顺利推展 那么我决定要辞去教育部长的工作 为了维护名誉也要让政务可以顺利推动 江伟宁辞去教育部长 要用大学教授身份给各界交代 并希望可以还自己一个清白 在这一次整个文章的这些事件里面 应该是要更清楚的来做呈现 所以我也以不做部长的时候 回为平常就是一位大学教授 请这个相关的单位进一步的完整的 再去审视这个所有相关论文的情形 江伟宁先前的说法一变再变 行政院长江仪化三度要他说清楚讲明白 江伟宁上午向江仪化递出辞呈后 也亲自向马总统说明 府院双方立即批准 江部长要请此件事有余余未留 最后江部长是认为说 在现在这个状况之下 如果他继续留下来 其实对于这个教育部的政务推动 是有相当不好的影响 所以是用这样一个理由 所以院长只好很勉强的准了他的辞呈 江伟宁部长和行政院江院长报告后 也亲自向马云九总统说明 此次论文风波的实际情况 以及他所做辞职的决定 马云九总统充分了解江部长的想法 也尊重他的决定 江伟宁确定去职后 将由政务次长陈德华站带职务 教育部长任内才因12年国教争议不断 这三天因为论文造假事件 舆论压力又排山倒海而来 如今蒋伟宁宣布请辞 只判争议别再延烧 六点TV陈明晏 我是凯刘一轩台北报道